嗨,大家好,現在讓我們來講第十篇青青石板的第一節 這個跟上次講完第九篇到現在又過了兩個多月 我去放了一個暑假回來 在我們阿里索納這裡確實非常熱 所以講放暑假一點也不為過,真的是 接下來兩個禮拜以後可能會稍微涼快一點 會漸漸涼下來 這個耽擱了很久,所以趕快 事情忙完以後,就趕快再回頭來做這個視頻 那我們就繼續看第十篇青青石板的內容 這個跟第九篇接著下來 第九篇主要就是安排阿努納基在地球上 留下來的族重啊 他們哪些要回去 他們的母星球哪一些要留下來 哪一些是被規定要留下來的 幾個主要的領導是被指定要留下來 那領導的後代 不管他是在尼比魯上出生的 還是在地球上 後來在地球上出生的後代呢 基本上全部都選擇跟他的 父親留下來 所以在安排完這個 誰走誰留下來 還有 大家同意地球人就全部要消滅 要發誓 不給地球的人類知道這個即將來到的大洪水 這個災難的時候 他們就散會了 那接下來就是進入第十篇 這個清金石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第十篇 左邊一樣英文 花呈四個顏色 四個顏色就代表這個 大概就是分成四段 就是四組的這個 這個石板的這個石板裡面的 四段的這個故事的內容 那一樣是用顏色來對照 那他這個左邊這邊 最下面他這個圖 我覺得這個地點好像有點用錯了 應該是用以前曾經出現過那個 潛水艇形狀那個圖會比較 適合用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他用的這個圖下面的說明是 就是那個 就是牛啦跟骨類呀 重新就是 由神主來為人類來預備 就給人類來 在洪災之後 這個恢復啊 來 給人類生存來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右邊的中文字 中文字就對照左邊的英文 第十篇的摘要是神秘的死者出現在英奇的夢境裡 這個英奇呢被告知 經由他的兒子 就是宿主來來保留人類 英奇呢就用技 用技模去指導 就是宿主建造一艘潛艇 他這邊英文用的 他這邊英文用的是用 他這邊英文用的是用 Summarine 並不表示說那個時候真的有我們現在的潛艇技術 但是他需要的船就是一艘 一艘能夠在水裡翻滾的 在水中翻滾的船 所以這個 西勤先生寫的英文 左邊寫的是 The Bill Summarine 一艘潛艇 那一位領航員呢 會帶著地球生命的種子 一起來登艇 那接下來我們在看紅的 你比如靠近地球 使得白色大陸的冰塵滑落 造成大海嘯把整個地球吞沒 留下來的Anunnaki呢 只能在繞地球的軌道上礙掉 哀悼這個災難 大水退下之後呢 Risudra的船就停靠在 Mount Salvation 就是救贖山頂 那這個救贖山頂在 我們這個聖經舊月裡面 講得很清楚 是在雅拉拉山 就是在土耳其東南邊的Mount Ararat 那個時候古代的 蘇美文明留下的紀錄 稱它叫做Mount Salvation 救贖山頂 那搭乘旋風下來 旋風是Wall Wind Wall Wind的話就是他們 這個Anunnaki他們搭的這個小型的 可以在一到兩位的這個小型的這個 飛行船 飛行在地球上啊 可以從這個太空軌道下來 就是短程的這種 這種這個 這個飛行器 所以搭乘這個Wall Wind下來呢 引力有發現了 Inki的雙面紀模 大家都發誓說 讓人類 地球人類整個就消失 怎麼還會有人存留下來 所以他發現了 這個是Inki的計模 居然在開會的時候 大家都發誓 結果你還給我來這一套 所以Inki呢 就說服引力 這個是造物 造萬物之主的意思 Creator of all 造萬物之主的意思 他們用幸存的降落基地平台 幸存的降落基地平台 是Lending Platform 而不是整個Lending Place 而不是整個降落基地 不是在雪松林山區的整個降落基地 只有那個平台 那個很大的上千噸的巨石的平台 這個幸存的 他們用那裡的當作臨時的基地 可以起降 在那裡呢 他們又弄了一個Creation Chamber 一個一個創造室 他們利用這個Creation Chamber 造出古類 還有這個牛群 給人類用 那另外第四節最後就講 在海洋另一端的大地上呢 那發現了這個大量的黃金 他英文用的是Land Beyond the Seas 所以有很多個海 很多個海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有地中海嘛 最靠近的有地中海 我們往西看 兩個旅往西看 地中海 除了地中海 你有這個大西洋 除了大西洋以後 你還在往下跑 跑到南美洲 那個你出了大西洋以後 這邊的美洲 不管是北美中美南美洲 這個都是海洋另一端的大地 這代表的是這個意思 發現大量的黃金在老地盤上建設新的太空基地 包括兩個人造甲山和一個獅形的雕像 這個獅形雕像 在最後一節的時候會有一些這個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因為要造這個獅形雕像 裡面又造成這個 尹六跟英奇兩個家族之間的一個不滿 主要也就是馬杜克的反對 那這個細節我們留在第四節再講 那尼瑪就替這個爆發出來的敵對狀況 找出解決的方案 就是好 那大家不要吵 私立幻兒要怎麼界定 大洪水之後 怎麼來重新建立這個私立的地盤 哪個家族往哪邊去 尼瑪就提出解決的方案 受到大家的認同 最下面這個圖 就是我們如果根據這個舊約 聖經的舊約 說這個諾亞造了一個大艘的船 把所有地球上的生物 乘雙乘對的往床裡面裝 裝進去 那你這艘船必須 這艘船必須要有多大 要比一個動物園還大 大型動物園還大 才有辦法裝這麼多動物 這裡面有大象有長頸鹿 犀牛這些很重 很大型的動物 所以我們在看舊約的時候 常常就會有疑惑 怎麼可能呢 而這艘船是不是真的 就是像這個書本裡面 Sitchin書本裡面 它解釋的這個 蘇美文明留下來的紀錄裡面 這艘可以在水裡翻滾 可以淹沒在水裡翻滾的船 你怎麼看也不像嘛 對不對 一側面就完蛋了嘛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內容 仔細來看內容 來解答我們的疑問 那這個就是第十篇清金石的主要的內容 我們就直接唸右邊的中文就好了 這Anunnaki全聚集在Sipper Sipper就是鳥城嘛 就是他們出發 這個宇航艦出發的 這個在兩個流域上中間的這個都市 他們在等待大洪水降臨的這個日子 也就是此刻等候的壓力漸漸增強之時 在主Anunnaki睡夢中出現一個夢境 夢境中出現一個影像 如天堂一般的明亮 當夢中之人靠近Anunnaki的時候 看出來他正是白髮的高主 就是來傳遞阿努的意識的那位使者 高主 看出來那就是高主 在高主的右手拿著一支刻畫用的筆 在他的左手拿一片光滑的清金石板 這個地方很有意思 這個地方 右手拿的筆跟他左手的清金石板 是不是正好對應著 Andapsa在attestation 在我們書本一開頭最開頭的時候的那個證詞裡面 Andapsa在形容 幫他準備好要給他做記錄的 就是清金石板 平滑的清金石板 跟一支很清 清如羽毛的很尖銳的一支筆 可以讓他在清金石板上面寫畫東西 所以這邊這個又refer 又參考到以前一開始的內容 那這表示這個就是他們的標準配備啦 他們喜歡用清金石板 他們用的就是有energy有能量的這個 有energy crystal的這個筆 來畫這個石板 所以當他來到這個銀起的床邊立定之後呢 高祖就開口說話了 他說你責備營業我確實沒有必要 你沒有必要在開會的時候責備他 他說的也是事實 他在那邊數落啊 這個人類啊 地球人類怎麼躲落啦 怎麼敗壞了整個環境啦 他們來地球又怎麼造人啊 整個一開始都錯了 就是就是把以前的錯誤全部又重新數一遍啦 他講的這個也是事實啦 公認中引六的決定啊 其實是已經注定的說命啦 是destiny啦 這個由不得他啦 他只是借他的口講出來啦 他就是一個被借用的工具啦 意思是這樣 現在呢 我把命運fate fate是可以改變 destiny是注定的 是變不了的 這個大家記得啊 現在把命運呢 掌握在你的手中 因為地球呢 最終將由人類 地球人類Earthlyne 繼承 召喚你兒子Sudra 在不違背誓約的狀況下 透露將來將要來到的災難 告訴他去建造一艘能承受大水墨頂的船 我把這種船隻呢 划在平板上給你看 讓他和家人呢 進入這艘船得救 還有啊 帶上一切有用的植物 跟動物的種子 這是照萬物之主的願望 的wish 照萬物之主的wish 好 夢境中的高主啊 在石板上用筆畫下一個形狀 然後把畫好的板子呢 放在インキー的床邊 當夢境結束的時候 一切消退之後呢 インキー進行了 インキー在床上 躲躺了一會兒 他思索著啊 這個奇幻的夢境 這究竟是什麼 這是代表什麼征兆 那個時候他認為是夢 到底他做這個夢是什麼意思 是有一點有一點這個 你轉不過來啦 接著正當他要下床的時候 一看之下 那片石板就在那裡了 就在那裡 石板就在他的床邊 夢中所見的幻景呢 怎麼就成了床邊的實際物品 食物了 主インキー用掺頭的雙手 拿起這片石板 他看見板上一個形狀奇特的船隻設計 帶石板的邊邊 邊上還著名尺碼 標示著這一隻船的尺寸 哇 心神不定 跟他心中的這個期望 他英文用的是 Ester with awe and hope 就是這個心神不定 其實是比較好的解說 主インキー天一亮就找來 他身邊的財 的這個財遣的這些財史 去找一位叫高主的 我得和他說話 叫這些 趕快去 去找給我找高主回來 我要跟他說話 因為高主昨天晚上來 在他睡覺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交給他 而且在他半睡半醒之間 交代他很多事情 到日落全部都回來 像インキー回報 找不到高主了 找不到他 他們說 他這裡講的他們就是 他這些拆遣的使者出去 到各個城市基地 航天基地 Sipper 各個地方去找 說高主在哪裡啊 這些他得到的 reply 得到的回報都說 高主假如回你 Biru去啦 他早就回去了 沒有在這裡 早就走 那インキー大禍不解啊 他試圖去理解這個謎團的 跟他的征兆 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是一個什麼預兆呢 雖然他無法解釋謎團啊 可是給他的訊息呢 確實又很清楚 下面我用黑色的給你寫一下 如果大洪水 確實是因為你Biru靠近地球所造成 他這一段距離其實不是很長 他用他們的飛行器 也許 也許不像我們說 回到火星啊 需要幾個月 也許他可能地球的日子 幾天的時間 他就可以到了 他來了以後 把這個東西交給 到他的夢境裡啊 那半歲半醒的時候 交代他 把東西放到床邊 再離開 都有可能啊 所以實際上高主 是有再回到地球來 只是沒有經過Sipper 這個太空基地 這一道通關的程序 說進來要 好像我們去機場一樣 要入境出境 這個通關程序 他沒有經過 他確實又回來了 這個是我的解釋 不是他梳理寫的 那當晚 英奇偷偷就跑去了 Zesudra睡覺的草屋 不违背誓約 他不违背誓約 主英奇 他不是對著Zesudra 而是向草屋說 醒來醒來 趕快醒來 英奇他是躲在一片 甘草屏障的後面 對著草屋的牆在說話 好 我們繼續看 他是叫 很簡單嘛 醒來醒來 那草屋牆不會醒來 睡在裡面的 Zesudra被這些話就叫醒 那英奇從甘草屏的木 甘草的屏幕之後 對他說 草屋 草屋 他不叫他的名字 不叫Zesudra 不叫他的名字 說草屋 草屋 仔細聽我的話 留意我的指示 一場災難風暴 將橫掃所有的城市 全部居民 他將會摧毀人類 和他的後代 這是從尹利尤 召集的談話 聚會談話中 做出的最後決定 這個決定是從 阿努 尹利尤 跟尼馬口中說出的 就是跟我無關 意思就是 這不是我說的 是別人說的 別的說的 現在留意我要說的話 關注我說出來的訊息 你必須放棄你的屋子 建一條船 捨棄身外之物 你只求保命 你要造的船 它的設計跟尺寸 都顯示在石板的上面 我將把石板 留在草屋的牆邊 確實做到 整艘船都防水 從裡面見不到陽光 不能有縫隙 船的這個連結 必須很堅強 很堅固 能挺住巨浪的打擊 這船必須能在水中翻滾 才能在滔天大浪中存活 必須在七天內 建好這艘船 把你的家人清流 聚集到船內 在船上要儲夠食物跟飲水 把家裡養的動物也帶上 等到指定的那一天 會給你訊號 我會指派一位 失水性的導航員 當天來到你這裡 那天你們就登船 必須把艙門關緊 一場滔天洪水 從南方而來 必將摧毀土地跟生命 你的船將從船屋升起 在水中翻滾 別怕 這位導航員將會帶領你到安全的天堂 文明人類的種子就靠你保留 這段話我在左邊全部用highlight 就是對應到左邊的highlight 每一行你往左邊看 每一行中文你往左邊看 大概就是英文的位置 好 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在英奇聲音消失之後呢 就蘇主拉立刻跪下來 五體投地 他用的英文字用的是 postrate postrate if fail and postrate 就是五體投地 大聲叫我的主 我的主 我聽到你的聲音 容我見你一面 那這個英奇就回答 不是對你以及蘇主拉說的 我是對草屋說的 英奇如此說的 因為引流的決定 我也被全體阿倫拉基的誓言綁架 如果你見到我的臉 你將會和全部的地球人類一樣死亡 這個立誓 這個花誓 立約居然有這麼大的約束力 這個超乎我的想像 現在超乎你留意 超乎留意我說的話 造船的目的和阿倫拉基這個秘密 你必須保守 當鄉親問起的時候 你必須如此答覆他們 說主引流向來對我的主引起有股怨氣 我要航行去主引起的在Abbzoo的居所 如此或許可以取悅引流 他教他要這麼答覆他的鄉親 如果鄉親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造這一艘大船 要這樣跟他講 接下來是一陣的寂靜 蘇主拉從草墙後面走出來 他看見放在月光下 月光下閃爍的清清石板 並且撿了起來 上面畫了一艘船的形狀 標記著尺寸 蘇主拉是文明人類中最聰明的 他了解他所聽到的 他完全會意 完全知道 到清晨的時候 他向鄉親宣布 主引流向來對我的主引起有怒氣 因此主引流對我也不友善 這個城我已經無法待下去 也不能再進入余殿園 我將要航行去 到主引起的領地 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必須要趕快造一艘船 我將乘他從這裡離開 這樣子才能使主引流的憤怒消停 苦日子才會結束 之後主引流才會撒下風聲給你們 怎麼叫做苦日子才能結束 撒下風聲給你們 因為那個時候人們過日子是靠什麼 靠佩吉 誰在做佩吉的工作呢 就是蘇主拉的父親 就是魯玛 魯玛這個大力士 他就是文明人類的頭 他就是負責佩吉給人們 因為收成不好天然地動 不好種也不好收成 不僅是這個糧食不好收成 連這個畜牧 他們續養的這個 等於牛啊羊啊 這些都不容易收成 都不好收了 所以大家的佩吉都很少 所以他就說 苦日子結束就是要靠 引流的這個 撒下來更多的豐盛給你們 大家日子才會過得比較好 所以他用這個點來告訴大家 結果上午都還沒過去 他清晨出來宣告 上午都還沒過去 人們已經聚集在蘇主拉的四周 大伙互相打氣 夾緊要為他造船 年長者就幫忙運 運回造船用的木頭 小孩子們呢 去沼澤地搬這個瀝青膏回來 沼澤地歪一挖 中東那個地方沼澤地歪一挖 居然有瀝青膏耶 當壯年木工忙著壯兵木材的時候 壯年的木工有技巧的這個木工來造船 壯兵木材的時候 蘇主拉用鍋爐來農這個瀝青 他用瀝青替船的內外做防水 塗滿了船內、船外 這艘船的內外都塗 到第五天 船已經以石板所畫的形式完成 急著要送走蘇主拉 鄉親們送食物跟水到船上來 大家很熱情 送水跟食物來 他們把自己嘴邊的佩吉都拿來了 就馬上要吃的佩吉 他們都捨得拿來 迫不及待要取悦引力 大家都相信這個蘇主拉說的 只要他一走 引力就不會因為他的存在而生氣 就會給住在這裡的人 鄉親們 大家有比較好的 比較豐盛的佩吉 所以大家都趕快要把他 急著要把他送走 連自己嘴邊的佩吉都拿來 可見有多急迫 四隻腳的動物被驅趕入船裡 野外的鳥群自動飛進來 四隻腳的動物要趕上船艙裡面 但是野外的鳥群自己會進來 吉蘇主拉讓他的妻兒們登船 吉蘇主拉給自己的妻子跟兒子們登船 兒子們的配偶跟小孩也都來了 孫子輩也都進來了 那接召祖主拉就說 想去主引去居所的也一起登船 想跟著我走的 他對鄉親講的 祖主拉如此對周遭的鄉親們宣告 想跟著去的也起來 預期著引力將四下的豐盛 大伙都覺得你走了 這個主引力就會給我們更好的日子過 所以只有幾個工匠 響應要隨行 就這麼幾個說 我跟著去 大部分的鄉親都沒有去 到第六天大水之主 Lord of the Great Waters 叫Ninagel Ninagel也是Inky的兒子 他被指定當領航員 他手里拿著一個松木盒子 他把大村放在自己的身邊 很重要 一直放在自己的身邊 他就跟Ninagel來了 他就跟這個Risudra解釋 這裡面放著各種生物的生命基因跟卵子 這個是由祖、Inky跟Ninagel收集的 他們在哪裡收集? 他們在F祖 在採礦的基地附近 把生物所有的地球上 他們見得到的生物全部 把他們的基因 把這個卵子都收集起來 就是可以以後用四款實驗室可以再重新把他們造回來 這個是躲避引流 我們繼續看 這是為了躲避引流的怒火 在地球條件允許之下 再來重造生命 他這個Ninagel如此對著Suzura說明 這個就是所有生物成對藏在船內的傳說了 所以我們回到第一頁給你的照片 抓下來的那個圖 成雙成對的動物 就是按部就班走路 走著上這個方舟裡面 這個不是這麼一回事 是在手提箱裡面放著的基因跟卵子 這個比較合理 Ninagel跟Suzura在船上 他們進去後當然就拉起來 等候第七天的到來 所以他們大概等一天而已 那個是什麼時候呢 這個是在第一百二十下 這是Anunnaki登陸在地球降臨 降落地球 就是會王降落在地球的時候 開始算起的第一百二十個下 他們要判來大洪水 所以一百二乘以三千六百年 就是四十三萬兩千年了 那這個 所以從四十四萬五千年前 減掉四十三萬兩千年前 就差不多一萬三千年 剛好就是這個數 那另外它有一個 左邊你看有一個算法 就說洪水降臨在Suzura 生命的第十個下 它第十個下就是三萬六千年 那洪水又剛好在一萬三千年前 所以Suzura是不到五萬年前 這四萬九千年上下 那那個時候出生 那跟我以前我們算過 在別的章節裡面有算過 Suzura 它是什麼時候出生 大概時間是Match 大概在五萬年以內 在Suz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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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ellation of the Lion 因來了滔天滅頂之災 下面這裡有個圖片 我待會會解釋 所以下面我就利用這一點點的空間 我就待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大洪水它是發生在獅子座天年的開端 那一個星座地球運轉 走過一個星座是2160年 走了四個星座 所以是8640年 你用一萬三千年前到8640 所以在4360年前就進入白羊座 這個是大月的算法 進入白羊座 所以它經過的是什麼 獅子、巨蟹、雙子座、金牛 再來白羊 神族、王室 兩個家族因為天年更迭 他們爭這個Lord of God 眾神之主的權柄 才會有在4042年前用七顆毀滅性的武器 消滅了銀利爾家族在兩個流域南部的勢力 毀滅了蘇美文明 左邊這個圖是一個 在Cuzco的太陽神殿裡面 一個仿製古印加王朝留下來的一個複製的金盾 所以現在在那邊掛給遊客看的那個不是黃金座的 那只是七層金色 一個複製品 還好當初在16世紀末 17世紀初西班牙人進去的時候 西班牙的教室軍 教室軍團進去 佔領了Cuzco 把古印加王朝把印加王朝的皇室 抓起來佔了他們的財戶 財戶財產也把他們能收刮到的黃金全部拿來 聽說是被這一塊金盾被從他們王室的神殿 裡面拿下來沒多久就溶掉了 還好有教室有一些有念書的把他畫下來 要不然今天大家也不知道當初有什麼重要的文物被毀了 那他們畫下來後來又重新去造一個這個 同樣形狀的掛在現在的古蹟裡面 他們叫做太陽神殿內 供遊客看 那我這裡用藍色的筆把它框出來 左邊這一支這很有意思 這個金盾基本上是在紀念 就是古印加王朝裡面的貴族他們在紀念敬拜 神族留下來的創世紀 洪水神救世人的過往的歷史 他們放在神殿裡面來拜神用的 南美洲沒有獅子 所以他們在傳說裡的獅子 他們依照他們的想像畫了一隻土狼出來 他們畫一隻土狼把他當成獅子 所以這一顆就有 這一支就有一點在上面的刻畫 就有一點似不像的感覺 古墓金字塔前有一個獅身人面 紀念大洪水之後神托斯設計 建造雙兩個金字塔 那集合了這個獅子座的天年 跟托斯的頭像而成 這個在第十篇金金石的第四節 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所以這一節的內容大概就這樣 那這一節內容其實很簡單 沒有什麼不容易解釋的 那我就利用一點點時間 我來解釋一下 下一節會講到的大洪水 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在地球上我們比較有資料可以找 好 那我們來看接下來一兩三頁 這一頁 這一頁你如果看我們從最左邊 左上角這個圖來看 這位先生他的名字在最下面 我有把它圈起來 他的名字叫做Dr. Steve Austin Steve Austin是賓州大學的PhD 他是念地質學的 那左上方的這個 這一角 這個viewgraph 他在解釋的是什麼呢 他在解釋的是大洪水 之後 在Arizona 基本上這個就是Arizona 他上邊的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紅色圈起來 有Arizona跟Utah的那個界線 左邊有個Lake Mead Lake Mead的左邊 有Las Vegas 這邊基本上整個大峽谷 當初就是一片泽 一片這個水 一大片水 那這一大片水 是因為大洪水造成 然後在地球的這個洪災裡面 這個南方南極這邊的水 大量的上來再下去 這個規模是超乎我們的想像的 那這位先生Dr. Austin 他解釋就說 現在我們在大峽谷看到的這個峽谷 大概有一英里的高度 你知道大峽谷 有一英里的高度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這個石頭層 有葉延 有這個不一樣的層的這個組成 其實他的解釋就是 這些全部都是當初大洪水留下的痕跡 那水退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固定的方向 很快的退下去 就好像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進水的時候 河流被截斷嘛 臨時有個這個燕色湖被截斷 那燕色湖垮了以後 整個水下來 大峽谷就這樣造成了 如果你對他講的內容有興趣 你到YouTube上面去找那個reference It's Genesis History Genesis of History 這個channel上面 你看找找Dr. Steve Austin 對大峽谷這個地貌地形形成的解說 他這個裡面就會解釋 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峽谷 其實它的造成這個大峽谷的地形 這些沉積 一開始的沉積 都是大洪水這個時候 來來回回全球的幾次這個大浪造成 造成沉積之後 一個很巨大的燕色湖 從New Mexico一路往西 到這個到Las Vegas的東邊 這一片都是水箱折果 然後這個燕色湖又崩了 才會造成大量的水泄走 這個大量水泄走才會弄出 今天我們看到的大峽谷 這個跟我們去大峽谷 按人家解釋的這個 這個什麼科羅拉多河慢慢流 經過幾萬年就流出現在這個 很深的峽谷 那種地質解釋的方式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位先生講的不是傳統的 學院派的地質學家的解釋 但是他現在這一套解釋已經慢慢被 很多正統研究地質學的人接受了 這個他視頻有很多了 你上去找就可以找到 這裡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有個地方叫做Grand Staircase Grand Staircase 在大峽谷的北邊 北邊靠東這裡 就在你那個 你看那個Utah跟Arizona 那個紅圈圈的左邊 有一個叫Kanab Kanab看他們那個附近 那附近就是這個Grand Staircase 它這個沉積層有一千尺高了 三百多公尺 三四百公尺 三四百公尺高的沉積 要有多大的水 才能造成這麼厚的一個沉積層 而且這個是壓縮下來的 經過一萬多年壓縮下來 所以這個水有多大 所以Dr.Steve Austin這個內容 你可以上YouTube去找 另外在同一個channel裡面 It's Genesis History 裡面有另外一個博士 他的名字 我在右邊 他是一個他研究古生物學 他是Dr.Kurt Weiss Kurt Weiss來研究古生物學 你看他這個 他研究的重點 就是在大峽谷這邊 就是已經被 被 什麼 imbedded 就是被 變成化石 大峽谷到處可見的化石 這些螺 海螺 海洋生物 古臭的海洋生物 這些 在大峽谷隨處可見 只要找到對的這個 堆積層裡面都是 他這個也有視頻 Dr.Kurt Weiss的視頻也是 你到同樣這個channel 也是可以找到 你可以多看一看 這一頁也是Dr.Kurt Weiss的 Kurt Weiss的視頻裡面的內容 左邊 尤其左邊這個 就是他實地考察的時候 他就只給做節目的主持人 他只給他看 到處你可以看出來 尤其像左邊上面 有白 有白色箭頭點的這幾個地方 這個是什麼生物呢 這個就是右邊這個藍色海洋古生物 這個叫 他的英文名字叫什麼 叫Nartiloid Nartiloid Nartiloid是 這個怎麼講 就好像古代的這個 有點像古代的章魚一樣 也不是章魚 也比較像小管 像蜚雞啊小管 那這個在大峽谷那邊 他可以根據他們這個沉積下來的方向 他還是可以判斷出當初這個水 整個退下去 卸下去的時候 這些跟著這個整個大水退下去 然後被埋在土裡 原來還在沼澤裡面 一塌一片這個汪洋沼澤裡面生存 就因為水一下急速的下降 溃下去之後 他這個就整個被沖刷下來 然後就埋在土裡面 埋在沉積的土裡面 他那個方向啊流向 像雜七雜八這些 他在他的視頻裡都有解釋 那我左下方這個 我是在網路上找到了一個 一個那個圖 我覺得很 很能代表那個大洪水的那個意象 你看這個 整個地球被這樣 這種已經比滔天巨浪還巨大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大海浪這樣子 把你席捲上來再下去 真的唯一留得下來的就是在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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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東南邊那個神殿的 那個一千多噸的 那卡爾貝克那邊的 那個一千多噸的那個石頭 石頭做出來的那個平台 那個是唯一留下來的 其他全部都不見了 你光那個 上一頁那個 Gran Stale Case 那個層級的土壤都可以到三四百公尺 你想想看 原來神族蓋在兩河流域的那些都市 也是用石頭蓋的 那些各個神族 我到山上 我住在Phoenix 那Phoenix是比較低 那你到 到這個Gran Canyon 大概有 超過六千尺高的一個平台 那它東邊附近的一些小鎮啊 東南邊東北邊啊 你都可以買到一些紀念品 左上角是一個木化石 很漂亮的木化石 那個樹皮在下面 跟上面黑黑的那個 那個都是原來的樹皮 都還留下來 那這個樹我用右邊的這兩個圖 給你解釋一下 右上角這個 滿山滿谷的這個 高大的綠色的這個紫坯 你那個洪水一臺整個刷掉 就跟在1980年代 那個華盛頓州 那個聖黑的火山爆發 把山坡上所有的樹全部刷下來 變成爆發後 湖裡的那個漂流木 所以那個時候 洪水過後 所有的沼澤上面也都是漂滿的 這個沼澤跟大洋啊 上面也都是這些漂流木啊 那這個在我剛剛講的 那個YouTube的Channel裡面 他們也都有解釋 他們看到的現象都有解釋 尤其那個研究地資學 那位那位博士 那個研究古生物學這位博士 他是芝加哥大學的地質系 是物理還是地質我忘了 芝加哥大學大學後畢業 然後跑去哈佛大學拿了PhD 他PhD念的就古生物 古生物學 所以其實他們的這個學術的training 都還蠻強的 都還是很不錯的學校出來的 那研究的方向當然就跟一般傳統的不大一樣 研究到那個 他這個可能這個吸引他們的研究 所以他們就往這個方向走 另外我們看左下方 這個也是我在那邊買的 在我們家附近買的一堆東西 你看我買到三月蟲 Trilobites 我把它圈起來 我也買到這個古代的鋸齒鯊魚 鋸齒鯊魚的牙齒 這兩個圈起來的 我都有問店家 這個是當地化的 還是別的地方進口的 我印象沒記錯的話 這兩個圈起來 全部都是南美洲進口來的 南美洲南美洲進口來這邊賣的 但是中間你看的這個海螺 還有這個蛤蟆 貝殼類的化石 這些都化石 海螺貝殼類這些白色的化石 這個還有這一顆鯸魚鴨齒 這個是當地的 這個是當地挖出來的 就跟上面這個樹的化石一樣 都是在我們這個Arizona這邊 北邊山上那裡挖就有 挖出來的 所以我們下一節要講這個 洪水來的狀況 內容比較多 所以我先用這一節 把這幾列彩色照片 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興趣的建議你們上網去查 去看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channel裡面 講很多這個大峡谷 洪水 他們做地質研究 一些這個生物化石的研究的 他們的觀點裡面 他們怎麼解釋 以前的大洪水確實發生過 而且在Arizona這一帶 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花時間來聽 我先用來看 我先用來看